就是如果你們要看最新的同學問說 那老師你將相關資料去哪邊查 我的習慣是放在去Python的官網的Documentation 那記得找那個3.x的版本 這邊有個叫Library Library就韓式庫 Reference就參考 OK 你就在這邊找一下 當然這邊有搜尋 你也可以搜尋一下 語系預設是英文的 如果你不OK 你就把它轉一下 當然它這邊有簡體中文 至少簡體比全英文應該來得快很多 OK 雖然說裡面還是 不過它翻譯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改成繁體 诶 如果有時候翻譯會翻得很奇怪 你說英文翻中文嗎 對 當然啊 像那個微軟上面的說明 很多都是直接它用翻譯把它翻的 所以翻得非常奇怪 所以你剛開始看不太懂 後來我用那個英文的邏輯 去看那個中文 我發現我終於看懂一點 因為它那個邏輯還是保留是英文的邏輯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底下的話有沒有 它這種 像內置類型 其實是type 就是它翻譯快快的內置類型 所以這邊的話 還有數據 數據類型 daytime這邊也有 時間的話 然後另外我們剛剛用到一個叫數學模塊 模塊 它叫模塊 其實模塊就是module 我們翻譯叫模組 它叫模塊 它這邊也叫什麼 抽象機類 其實實際上就是類別 我們翻譯叫類別 它叫抽象機類 這怪怪的 OK 裡面的話它有個MAS函數有沒有 就是剛剛我們用到的 如果你那個MAS你想知道的話 點擊進來 MAS裡面所有可以用的 那個什麼屬性跟方法都列在這邊 因為物件裡面反正就兩個 一個物件像MAS 它其實應該叫類別 這個類別裡面 它所有裡面就是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它的那個所謂的方法 方法就是做什麼事情 它有一個屬性 屬性像π就是一個屬性 裡面要存什麼樣的資料 底下都有相關說明 所以MAS裡面能夠做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當然它按照那個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那個π的話 像這邊應該都可以找得到 裡面可能就自己在找 在π常述 OK 那裡面的話π 它會跟你講這個裡面的值是什麼 其他如果沒用到的 你也可以大概參考一下 這邊都有 OK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其他的話 有些 假如你要查詢的東西 你可以到這邊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106題好了 像106題這一題 所以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就是第一類裡面的第106題 106題基本上 我剛講過 這個106題就是公理 英理轉換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有幾個重點 它這個題目 我覺得它這個題目好像命名有點怪怪的 它這個理論上應該是 你輸入時間 比如說它今天需要輸入三個東西 X 指的是幾分鐘 Y 指的是幾秒鐘 Z 指的是你跑了幾公里好了 比如說像以前當兵的時候 可能就會 假設一個數字好了 比如說 以前 當兵的時候 以前都要跑什麼 最早是跑五千 後來呢 隔了十年之後 變成三千 現在好像只跑一千吧 還是連跑都不跑了 還是三千 還是三千 不過好像可以考慮不跑 因為那時候 我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說 我的當兵經歷 是我 最早是會上成功嶺那個階段 成功嶺那時候就大專兵 一個大專集訓 那第一次上的大概就 跟第二次 因為我當兵 後來當兵是 讀完書 念完博士班之後 那時候已經是34歲了 我已經是最元老了 沒有人比我更老了 那個大隊長跟營長的年紀 跟我差不多 所以 相差14年再去一項成功嶺 發現 簡直 第一次去像地獄一樣 都用爬的 好辛苦 怎麼這麼恐怖 而且沒有休假 三幾天去都沒有任何一天休假 可是事隔14年之後發現 怎麼跟那個 真的差太多了 那個強度大概 差了一千倍了吧 而且跑步還問你說 哪裡身體不舒服 不跑的可以處理 不過我都常常想要拒絕 最後還是把他跑 現在都聽 而且現在可能就不用服兵役了 OK 所以以前像那個跑步 他在X是跑幾分鐘 比如那時候好像記得跑三千 我記得跑十二分 Enter 然後三十秒 跑了幾公里 三千就三公里 所以輸入三 那他這個地方換算出來就是你的 應該是時速多 他的英里 英里速度是多少 他這一題我記得好像他這個地方就叫 他最後顯示出來的是 Speed 這個地方是輸出什麼 輸出英里 也就是說最後的話要乘以1.6 時速再乘以1.6就對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輸入完之後 Enter我看一下我跑 就除以1.6 對 除以1.6 Speed 那時候跑的話 就是大概時速99mine 就是應該是顯示應該是英里 是mine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他的那個 裡面的內 內建的這個題目 他要我們輸入的是這個 10 我看一下 10 Enter 25 Enter 3 就是跑10分25秒 跑了3公里 也是3公里 Enter 他時速的話大概就是10.8mine OK 也就是說他要我們換算 那問題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結果 給換算出來 所以第一個一樣 他有三個input 所以未來考試的話 反正你上面有幾個輸入 你就記得有幾個input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有三個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有三個輸入 三個輸入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所以三個輸入 我分別給他的變數名稱 就是X Y Z 然後一樣用eValue 去把它做轉換 OK 那eValue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是整數 他過來還是整數 你是小數點 他過來還是小數點 那如果你用Froze的話 變成你是整數 他過來還會幫你轉成 有小數點 OK 比如說10 他就變成10.0了 所以多一個點0 當然不影響運算 不過 可是會照相對的還是會 已經幫你轉換 所以比較恰當的還是用eValue 因為eValue你是整數 過來是整數 浮點還是浮點 然後再來的話公式 因為我們輸入的是10 10的話是10分鐘 那分鐘的話因為我們要換算成小時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小時跑多遠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的公式一定是什麼 必須要再把幾分鐘除以特別最好 除以那個60 也就是把它換算成什麼 換算成那個 這個小時 OK 除以60 再加上後面的分鐘的話 就是先把秒有沒有 不 這個是分 這個是秒 秒的話就是把這個秒除以 把它換算成分鐘 再換算成小時 OK 66 所以除以60 再除以60 那把這兩個加起來之後的話 如果換算的部分的話 必須先把我們的公里 先轉換成英里 那他有提示就是說 你必須除以1.6 OK 那最後的話呢 一個 這個時間呢 我們 我們轉換成英里之後再除以你跑了多久的小時 所以是轉換1小時之後 最後出來的話就是每小時跑幾mine的結果 OK 所以最後把它print 而且這邊的話需要顯示出speed 空格 空格 這邊是空格跟空格 這個空格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這邊前後沒空格也是錯 然後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記得是什麼 大瓜壺 然後 帽號 點 ef 點 那 點 帽號 然後點 ef 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然後 後面的話 format 把speed加過來就可以 所以特別說這個地方 大瓜壺 可能慢慢多打幾次吧 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反正一些雙引號 裡面就拿一個變數用大瓜壺 給大瓜壺 然後移到中間加一個帽號 這個是基本配備 反正你要格式化一定要有大瓜壺加帽號 然後呢 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就點 1位就ef 前面我們用2位的話就點2f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那個 我們最後的所謂的那個 每小時跑幾英里的結果 這個特別是mine 不是這個時數 那如果說接體假設 改成時數的話 你就要把除以1.6拿掉 這樣就公理了 OK 所以假設 我們如果要換算什麼 假設要換算就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去當兵的時候 就已經是 就是 因為博士就預官嘛 那時候其實 跟其他人一起當兵 大概相差 有相差最大到14歲 12歲 差一輪 當然我不服輸 我們不是幾個 我大概可以跑到 第十幾名吧 但沒有跑到前幾名 我很小但是 可能畢竟還是跟年輕人有點差距 不過比起來已經算是 老當益壹壯 對他們來說 我年紀很大 不過我是不服輸 OK 好 那那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跑 那時候跑13分多 多嘛 所以如果 12分 假設12分30秒 我跑了3公里 我的時數大概就14.4 14.4要持續 也不容易 因為騎腳踏車大概 大概20到30之間 騎腳踏車 所以跑步要能夠 跑14公里 每小時的話 其實也不簡單 而且要持續 因為跑到最後的話 真的會很想放棄 如果你們有去跑 跑過那個 每晚最後都用走的 最後都聊天了 不過走到終點已經不錯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針對這一題A106 那試著把那個 我剛剛提到的部分 試著做做看 那後面還有兩題 一題是108 這個做標距離計算 兩個點的計算 那當然有XY 這邊有一個開根號 那這邊的話 答案其實雲端上也有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兩個點的距離怎麼計算 那這邊有一個 那答案的話 在我們雲端上 那個108 這邊也有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110 110的話是 正N邊形的面積計算 OK 幾邊形的面積計算 一樣 這邊的話 當然會用到 這個Mass.Pow 這邊剛有用到過 另外的話還有 這個用到那個 其他的運算 這邊都有公式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10 10相對的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剛剛我們用到Mass在104這一題 最後那個面積部分 其實這個解法至少會有三種以上 像我剛剛第一種是什麼 Mass.Pi乘上R 乘上R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的話 你也可以R 乘乘2 對不對 可以 我們前面講過 有沒有 第三種就是什麼呢 Mass.Pow Mass.Pow 這個Mass.Pow 然後瓜乎R 我剛剛講過R 豆點2 這樣也可以 那所以你會發現 至少有三種的解答方式 那三種都可以 不是說你只能用其中一種 不是 你三種 只要記得其中一種就好了 OK 如果有時候其實也不用記那麼多種 你記得就是最簡單那個方法就好了 OK 試一下 讓我看看 我